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在花三年 三三天 天吻永醒 日再見 祈求彼岸 永濟下 師父 圓藝法師 各位在座師兄師傑同修 賢師同修 大家好 今天我來報告我個人的心得 我們維新世界和平論五關之後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首先我們以前嘗過五關的第一關 天人智慧 很多的人把社會的和諧 安樂以否 把它和國民所得的多寡 跟社會經濟成長率的提升 直接畫等號 但是經過社會學家 歷經十幾年的追蹤之後 發現如果我們的幸福感跟成就感 建築在這些財富上 或者是政治權力上面 這一種幸福感是最容易崩垮跟改變的 所以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那麼對於國民所得的提升 或者社會貧富不均的改善 當然有很多的政治學家 學者提出所謂的社會福利的擴大 或者是稅法的改變 加重賦稅 甚至最近政府說要強制資方 把所得分紅給員工等等很多方案 當然有很多的宗教學家 拿出他們的想法出來 但是我們看看這個社會 到底因為這些提出來的方法 有沒有改變得更和諧 還是引來的更多的抱怨 抗爭 甚至是敵對 維新聖教基於本身的責任 他們提出了 那麼維新聖教提出了天人智慧的主張 利己方面就是說 人盡其財 地盡其利 物盡其用 事業盡其發展 利他上面當然我們就講 不讀人不讀親其親 子其子 勞有手中 又有手掌 那這些利己跟利他方面 什麼叫做人盡其財 我們用易經的面掛來幫助一個人 尋找現象的發展 讓財 視財適用 那麼我們用占卜的年運 來幫助一個人 在你事業的發展上 攻守進退 掌握契機 那麼在風水的學問上面 用風水智慧來幫助我們所有的大地的生命 跟本質得到充分的發揮 那麼什麼叫做物盡所用 物盡其用 我們用易經來檢驗 每一個產物對人類的生活 生命有沒有提供利害 以防範於未然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師兄 他努力工作於我們的健康食品 那他把他的研究所得利用占卜 就可以驗證 結果進一步這些產品 真的提供給我們的社會 提供給我們的社會很大的注意 好 那我們也利用風水跟易經來幫助公司跟工廠 然後達到正向的發展 那就是事業盡其所用 那利他方面 當然我們要向大自然學習 所以道德經裡面講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我們大自然當中存在著很多我們學習的榜樣 因此我們維新聖教稱他為天師 那譬如說坤 坤公是地 那地就是存在責任包容 那錢公呢 錢就是一種光明 一種照顧 一種公平無私 那耿公是山 是一種智慧 是一種蘊藏之源 那其餘的呢 像遜 所以我們呢 維新聖教也有一本很重要的經典 叫做《鬼谷先師天德經》 我們看看 那天德經裡面的十九天公 叫做龍德天 天王聖明 封神王 正氣驅魔千萬禮 其德暢行 勇無休 我們從這一個經文裡面就知道 我們當然要學風 有它的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就是要學浩然正氣 要懂浩然正氣 你要先學真理 好 我們也看到雷就是正公 有沒有值得我們學的 我們看二十一天公 天雷天 天王聖明 叫做信守王 天地正氣 冠陰陽 事實忽佑世間人 所以這個三十三天公裡面的 每一個天王 裡面所含的真實意 我們要去了解 那三十三天公當然就是玉皇 玉皇大帝講的是頂首 講的是思維 講的是光明 所以裡面有一句話很重要的詞 叫做日誦持寶告 供養持寶告 還要什麼 例行持寶告 日誦大家都知道了 什麼叫供養 是拿起來拜拜嗎 應該還要再考慮一下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的同修 會知道要供養師父 那供養呢 什麼叫供養 我認為基督教裡面有一個很好的名詞 供養就叫做禮靜 要禮靜它 要先了解它 它有什麼真實意 有什麼偉大的理論精神 值得我們來尊敬它 我們來學習它 這樣才叫做真正的供養 再叫做真正的禮靜 不是每天念一念 所以你看這三句話 不是念過去就好 要日誦 要供養 還要什麼 例行 好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叫什麼叫天人智慧 比如說現在大家在談的 居住正義 防無所引起的很多問題 因此政府就有所謂的打房政策 還有什麼豪宅奢侈稅 然後就要蓋很多的青年住宅 連開住宅 合宜住宅 很多人社會上的人更以什麼 什麼為目標 我的屋子最好是在什麼 市中心 然後平宿又寬敞 交通要便利 要越高 越新 越漂亮 越好 但是這樣有沒有使得你更幸福 有沒有更平安 因此 維新聖教提出 我們要學《易經風水法則》 師父也提出了《風水真經》 如果你能夠例行風水法則 你能夠按照風水真經所傳的妙法 一一實踐 那麼不管你是老宅 新宅 大宅 小宅 通通是什麼 豪宅 不是豪宅 更不是豪宅 很小的豪宅 所以讓你住得平安快樂 那才是真正的豪宅 好 那我們要來提第二項 尊重生命 維新世教所說的宗教觀是尊重生命 我們講的生命是什麼 生命是指著生與死之間的一個過程跟演變 所以我們要緩問自己 只有人才有生命嗎 動物有沒有生命 植物有沒有生命 山有沒有生命 當九二一地震之後 我們面對的九九風 我們看到山變得好怎麼樣 好憔悴 因為樹木都塌了 對不對 當我們現在在看一次九九風的時候 我們看到它生意盎然 所以山有沒有生命 有啊 水有沒有生命 有啊 水會流動的話 水的味道 顏色 都是在展現它的生命 它有沒有在孕育什麼 植物 動物 山有沒有幫我們 山有沒有儲存水 有 儲存的很多的水 慢慢的在還原給這個社會 給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要尊重的 不只是這樣的一個人的生命 更要尊重整個山川草木 都是有生命 因此你看看 現在 舊有的人會說 我把生態園區想盡辦法 變成什麼 住宅區 想盡辦法變成建築用地 你看 這就是沒有尊重其他的生命 那我們懂得易經風水 也是在尊重山的生命 因此我們不會自癒去破壞它 只為了我們要用它 我們要先了解它 順著它 那這樣才有尊重山的生命 我們也尊重水的生命 水在流動有它的生命 有它的法則 我們就不會自己隨便把它結彎取直 我們更不會隨便用水泥固化它 好 這樣來講 我們就慢慢知道 所以古人常常在信仰當中提出我們 我們有山神 有水神 有火神 有天神 有樹神 有風神 有沒有這些神 有 很多人就自以為了不起 你們那個叫迷信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的你就知道 它是我們所說的尊重生命的另一種呈現 這樣就是尊重生命 把它看成一個來尊重 那如果大家都能夠尊重生命 有這種概念的話 你就不會有像工廠 有的人那麼樣子 用毒有毒物質來毒害什麼 水的生命 你也不會說貪口服務之欲 然後抓起鯊魚 只要割它的什麼 鞋來做你的料理 其餘把它丟掉 那你也不會榮耀滥用到 殘害其他動植物的生命 好吧 那我們又講到 有生命必然會有什麼 恩怨情仇 那恩怨情仇 如果它是怨恨增加 累積到一個程度 會不會爆發 會不會緩撲 會 所以我們看到山也會緩撲 水也會緩撲 樹會不會緩撲 曾經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山老鼠在台東 那看到什麼 那個牛樟樹 而且是好幾百年的牛樟樹 好高興 對不對 二話不說 三更半夜 大家砍了 然後就放上車子 當然是三更半夜來偷運 誰知道 樹有沒有生命 有 有沒有它的恩怨情仇 有 結果這一輛卡車 悄悄的從山上溜 必經道路 什麼 管制站的派出手 到門口的時候 那一輛卡車是爆胎 把什麼 警察都叫起來 爆胎 跑不動 警察去看 你為什麼爆胎 然後關心一下 再探頭一下 牛樟木的神在告訴他 他把我砍了 這一下他白白又判了好幾年 所以不要忽略 我們要尊重一切生命 包括細菌 所以我們唯心聖教有一個很重要的 告訴我們 我們用餐的禱告詞 各位有沒有用心體會 雖然給予一點水米 但你的功德大如什麼 天地之恩則 我們一定要心存感恩跟喜福 所以在這裡尊重生命 跟大家各位探討 講到第三個 國際觀紅法 資訊紅法 我們兩者之間 常常講兩者之間要和平相處 一定要透過了解習性跟本質 所以包括人跟人之間 包括人跟物之間 物跟物之間 都要用開放的胸襟 去了解去尊重 所以六祖會能常提到 社類各有據 互不相煌老 所以我們透過了解 才不會產生誤解 甚至對立戰爭殺戮 那麼當今科技已經非常文明了 我們透過了翻譯傳播 文字聲音影像 都都很快的 包括高山深海冰天雪地 酷熱的基地 都因為資訊的發展 更讓我們更容易去認識跟互補 所以資訊紅法絕對不可輕視 另外我記得師傅跟我們提 曾經開示 發明跟發現不太一樣 發明是無中生有 發現是天地之間本來就具有的 然後被再一次的尋獲 然後把它呈現 今天衛星聖教把古人的智慧 把天人的聖賢的智慧 透過那個老祖師尊的引導 透過師父的整理 把這些維新聖教最好的聖賢法 重新呈現在這個世界 我們絕對有開闊的胸襟 我們不自己來獨享 那麼要怎麼樣跟大家全世界一起來分享 我們一定要透過什麼 現在科技的千里而言 順風而他心通 我們把所有的資訊變成一種什麼 因容常在 不是因容晚在而已 所以我們有開放的胸襟 我們更利用資訊的進步 然後變成我們傳法的利器 接下來我們要講第四個 維新聖教世界和平 維新世界和平的人倫觀 道德教育這個 我們剛剛講法律是什麼 維持社會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 可是什麼是維持社會的基礎 我想那個應該是道德教育 沒有話說 譬如說當下一個熱門的話題 我們現在講缺水危機 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有的家庭就是習慣 這幾天還讓我們看到這種天 他拿著好大的水柱 清洗他們家門前的牆壁 他換了法律嗎 沒有 他有的是錢 我要花 水錢多一點 可是我們看在心裡會不會痛 因為現在是缺水危機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犯法律 可是他缺了什麼 德 那麼缺德會不會引起和平的危機 會啊 你看這兩天的新聞 北部有一個縣市長不是提出 水庫是不是我們獨享的 有沒有引起話題 有 以色列有沒有跟鄰國 因為水權問題曾經發生戰爭 有 所以你不要小看水這個東西 所以道德危機 那什麼是道德危機 什麼是道德觀念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道德觀念 就不會有詐騙集團 就不會有什麼偷排污汇水 就不會有石油的危機 就不會有起雲劑 就不會有什麼貪官污吏 就不會有法官怠惰 判決不公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要透過維新世界和平 這樣來告訴大家 道德教育一定要徹底培養 甚至我們對於因果觀的教化 一定要告訴他 所以從每一個人的起心動念 都得到了一個正確的判斷 他的行為就不會偏差 我們每一個人都建構萬般名利帶不走 只有什麼德業隨身報 那我們社會要走向趨於和平的境地 才會更接近 接下來我們要講 維新世界和平的清淨觀 好 我們不得不講 每一個人都知道修行應該是 由內而外 由小而大 誠意正心 其家修身至國平天下 修身其家至國平天下 大家都知道這個法則 可是話說回來 當我們的眼觀五官一打開 你的眼耳鼻舌深意 哪一個不受外面的影響 譬如說當你看到的衣服的顏色景色 別人的表情 或者你聞到一陣的香臭酸焦眉 這些味道你的心境能不改變嗎 你聽到外面的變動 你的心可以不動如山 還是你是毫無知覺 還是你不知不覺當中 你也改變了你的行為 那我們為什麼提出清淨觀是易經風水 當你知道這個道理之後 你就會反過來 利用我們的色身香味觸法 反過來來改變自我的內心 山是蓋子的所有的環境 不是只有山 所以我要找到合一的 我要改變我的布置 硬體環境 我的風水 然後來影響我的心 一呢 一是解決我們一切困難的方法 困惡的方法 不只是要 譬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姻親 他平常跟你講話都還蠻理性的 可是不知道哪時候開始 只要出門人家請他欠大家樂 他已經一定欠 而且賠的錢太多了 欠的再太多了 那有機會到他家一看 你的桌子的上方 梁上面竟然自己貼了八卦 又壓了桌子 我們趕快告訴他 這個要的改變 欸 改變之後他頭腦清醒了 可是他的客廳 每一次人家來要債的時候 都要想爬上桌子 拍桌子 那拍案不是拍案叫絕 是翻桌椅 那我們一看 原來客廳的布置不如法 你的主桌竟然在外面 什麼 客人的桌子是在裡面 那我們趕快把它主 兵主顛倒過來 以後人家來要錢還客客氣氣 喝完一杯茶就回去 所以這是不是意義 這也是意義 所以意義不是那麼狹義的 只有什麼 咬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剛剛有人提過例子 生病半年遇到一個會員 很憔悴 沒有生存的意願 然後我們透過他 原來你家附近 動土已經大概超過三四個月 拜託去到道場來 台中道場來請個七寶回家洗一洗 再幫他沾個掛 你去何方求醫 現在看到他精神 什麼盎然 那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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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已經超過時間 不好意思 命 命是我們基存的精神 不只是上輩子 也是這一輩子 還有命 除了有生命 肉體命 還有會命 如何讓會命長存 就是我們看到電線感写的 信耶穌得永生 那個永生是會命 三一命補 我們再舉一個什麼叫補 有一個人要買新車 一補 你不可以買 為什麼 新車不好 不是 他是七材破 又不是四搖破 那是什麼破 原來你不自量力 你好好想一想 你的經濟能力不夠 我買新車貸款 三個月之後 可能就什麼 周五轉不靈 有一個人要買舊車 他鄰居的 女兒的車子要賣給他 你要不要買 一沾不能買 為什麼 因為那一輛車子表面很好看 你買了回家 天天要照顧他 所以我們古人講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只是人 不人隔一個不知心 很多的事跟物也是隔一層皮 你不知心 怎麼吃才知心 不無才能知心 好最後一個講像吧 大家應該要更宏觀 什麼有像 眼睛看到的像 鼻子聞到是不是也是像 所以這裡講的像 應該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色 所以醫生的什麼望是像 文是不是像 他聽到你講話的聲音 就知道你最近什麼 身體好虛 真到你睡眠不足 聲音變了 所以我常常聽師父 聲音越變 越有磁性越低 就知道我們師父的聲音 像在告訴我們 師父好辛苦好累 對不對 所以像是很廣義的 我們三一命補相 要有這種宏觀 我們要 不好意思超過時間 我們做一個結尾 和平兩個字對中文來講 和是一種物質滿足 那麼平是一種心靈的平靜 和是自己跟周遭的人 事物的一種 互相的協調 平是一個人心中世界的安跟寧靜 我們心如果要能夠清靜 要能夠安靜 就是凡事不要有掛礙 凡事都不能 死死都沒有怨悔 要這樣子就要懂天道 不為天道 要學得一切妙法 才能解除自己的煩惱 度一切的苦惡 那麼也因為這樣 讓我們大家努力以五官 也毫無吝嗇 透過資訊紅髮跟大家共享 我想這樣子 師父所開示的 唯信世界和平五官的努力實踐 在盡了利己利他 必定能達到唯信世中 為國修道利人天 聖教真言為民祈福定太平 那世界和平的境界一定能達成 謝謝 阿彌陀佛 我們很感謝元韻法師 給我們做這麼精采的論述 作曲 阿彌陀佛 唯音琴 阿彌陀佛 唯音琴 孫升 央音琴 孫升 愛情無憑 請收看 《衛心世界》 《衛心論壇》 漫天已發光明天 再發三言三三天 天問永心 日再見 祈求彼岸 永濟下 我們維新聖教的法是包羅萬象 我們由這個五官 法界 宗教 國際人文清靜 就可以知道 我們師父以及王產老祖 傳給我們的法是非常的周遠 我們知道在佛教 它的經典有七千多冊 是不得了的 然而今天的維新聖教 有一萬五千 六百一十五冊的經典 這更不得了 所以我就跟鄭其班的學員講 你從現在開始 每天不睡覺一直吃飯 再來就是讀我們的經典 讀到你百歲 還讀沒有一半 可見我們的經典是非常的豐盛 非常的周遠 浩瀚跟寬廣 什麼都講 你還有很多不懂 所以我們今天很感恩 老祖跟師父傳這麼多的法給我們 讓我們這一生 能夠有這麼多的廟法可以學習 是我們今天來到這個世界最值得的 也是最感恩的 今天最後我們要恭請我們的師父 來給我們做最後的講評 我們鼓掌恭請師父 我們各位法師 各位同修 今天我們靜靜的聆聽了幾位法師的報告 所報告的已經漸漸的接近維新聖教 新法 世界要和平是廣義的 多元化的 缺一都不可以猶如火箭 一個螺絲發生故障了 這個火箭 太空說一定會故障 那麼社會也一樣 那麼社會也一樣 家庭也一樣 我們心靈也一樣 所以我們幾位法師的經驗談 尤其原生法師 尤其原生法師 他這個用意 這黃化女未然 知因已知果 他本法文是 一經以風水融合宗教思想 所以封祖先的祖靈不安 一定會影響到 家人小孩的心靈 家人小孩的心靈 這個是百事 都應驗的 我們把一經研究好 秀才不出文 能諸天下事 該為不該為 寥寥分明 否則的話 我們很容易 患了無名的煩惱 所以 剛才我們法師在講道德 道德非常重要 道德是世界和平的基礎 但是 如何才能真正達到道德 就是建立在平安的基礎上 道德才有辦法來真正的落實 曾經有一位信徒 他也是混流修為的 從小到七十幾歲 很堅持道德 教孩子也是要有道德 非常嚴厲的教孩子 一定要遵守道德 但是有一天 他的孩子呢 大學畢業了 當兵回來 就與同學 朋友 去開一家公司 創業 開始都很堅持 自己的手建 講道德 但是 有一天 突然間 整個公司經營 周轉不靈 周轉不靈 就偷垮了他的親戚朋友 連老爸老媽的死亡錢 也全部偷下去了 陷入生活的困境了 那時候 那時候呢 這位七十幾歲的先生 他到尋佛寺來求老祖 有什麼辦法 他說他一身很堅持道德 但是到最後 被孩子偷垮了 他原來不信風水 結果 他的孩子 都有公司 等到他看到我們 當時早上 在台式《易經風水》 面面關的時候 看到這個節目 看到師傅所開示的 而公司 文錢對出去 一條很長的巷子衝過來 他才發現說 他孩子這家公司 原來是路衝 以前 所有在那邊開店的 全部都倒閉 都落跑 那麼這一下 他孩子 也面臨了要落跑 親戚朋友拖了一大堆 問我怎麼辦 我說 三十六記 走爲上廁 那該還的去還 我沒有辦法還 你再想辦法去還 該賣的就賣掉 所以這位先生 他叹了一口氣 說哎呀 叔父你講的道德 是建立在平安的基礎上 我悟到了 過去他都對於 這些風水啊 易經啊 都是迷信 現在不敢講迷信 這是當下 現在社會上最 嚴重的問題 很多人自以為我讀了很多書 我學了很多 教派的法 結果生活 結果生活 在日常生活 你的環境學就是風水學 那 你就沒有辦法去 去逃過這個結爛 到最後道德的 就是 所以王產老祖 開除我們 這是五千年來被忽略的 中華文化道童 上述智慧 天人的智慧啊 皇冠也未然 與其無所生 但是很重要 缺少的法 也是沒有辦法 皇冠也未然 與其無所生 又有 有一家 那個 貿易公司 他有一天 到全國市來 他問我說 叔叔 他最近呢 要與朋友 投資 一個商品 從國外進入到台灣 利潤 有三倍的利潤 好不好 我就用益經 用益占譜啊 我就告訴他 這個有騙局 因為 叫做玄武洞 帶兄弟搖 帶節財 節省 來課 那你 這個事 有騙局 你絕對不能 投資 那麼 這位信徒呢 他就問我說 叔叔 我有去問神耶 我說神 在天邊海角 你問不到啦 他 就很不高興了 就走了 過了半年 又到玄武洞 來了 正逢我們 要水陸法會 醜美糊臉的 到玄武洞來 問我說 叔叔 我要超渡祖先 我說你那錢賺的沒有 他說沒有 被騙了 騙了 所有財產 親戚朋友 跟老婆 所有的錢都被賠光了 人家說 祖先在做怪 我說胡說八道 祖先不做怪 是你的妄念貪戀 愚痴 沒有智慧 自己在作祟 他說我現在沒有錢可以 超渡祖先沒有關係 你超渡祖先你到服務台去報應 把祖先請來 你要向祖先懺悔 懺悔你的往期守到諸惡夜 皆有無時貪生吃 重生與意諸所生 一切罪障最懺悔 懺悔過去的魚吃 告訴祖先們 你缺點在哪裡 錢沒有關係 你就先去超渡好了 當他還會安上去水路瓦會開始了 他就到祖先的靈前去拔杯 祖先的靈前拔杯 每杯都拔杯 陰杯 問我怎麼辦 我說你祖先很生氣 包括祖先也沒有圓面來到佛錢 你身上也沒有錢 有啦我還剩一百塊 那一百塊你拿出來 我五十塊找給你 五十塊 表示你的祖先 就說是子女 這個還是有供養 好啦五十塊去 投到功德香裡面 他就是等一下來 就再去跟祖先 跟他拔杯了啦 拔杯了就連三杯 所以這位先生 在靈前 哭 哭了很久 我剛好過去 我說你回去好了 以後做事情不要再糊塗了 來學《易經》吧 大家學《易經》 做術工作可順心啊 大家學《易經》 家庭圓滿一條心 大家學《易經》 國家社會定太平 後來也就來讀我們的班 《易經》的班 才發現他自己沒有讓福報 因為我們從《易經》 我們的法師都有教他們 命掛 命中若有自然有 命中若無夢強求 若要大富與大貴 為從積善與眾德 積善就是要修行 要學好的善法 所以這位先生 現在還在讀我們的 《易經》大學班 去上班 漸漸的穩下來了 所以王展老祖開示我們 大家學已經八億尊年 大家若是冷靜去悟的話 絕對對國有幫助 對世界和平也幫助 等於說世界和平是建立大家平安 知心 知命和知天機的狀態之下 社會 世界必定能夠和平 否得的話 要和平是很困難的啦 今天我們謝謝各位法師 你們也已經都把你們心得部分提出來 讓有緣的雙善心大者 來分享 我在這裡鼓勵 各位朋友 我們在台灣 各地都在開課 大家來學一經 學個保護自己 不傷害別人 然後幫助他人 這個三保 保護自己 立不敗之地 不傷害他人 然後幫助他人 這三保非常重要 這是世界和平的 燈塔的三道光芒 燈塔的三道光芒 我希望我們所有法師 未來今後 好好把王產老祖傳的廟法來曝傳 這個其實功德無量了啦 今天到這裡謝謝各位 各位我們謝謝 維新世界和平促進會 楊秘執長 他的安排 和工作同仁 還有電視台的攝影師 都很辛苦了 站在那邊 祝福各位 謝謝各位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